我的天哪 就是当时我拍完之后嗓子哑了 哑了三天 他就总跟我说 小宁我对你有遗憾 我觉得当时的词怎么背起来的 就是从下往上的嘛 所以你需要这个 他就会买一些 叫一些外卖很好吃的东西 然后分享给我们这些同事 哈喽优酷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雨宁的 在《珠雷玉幕》里饰演燕子惊 珠雷玉幕 刘雨宁是燕子惊 在看剧的过程中 看到哪个剧情时 你内心会感慨 嘿 什么什么赛道 让我刘雨宁闯进来了 有钱人的人士吧 可能就是这个 作为一个珠宝商人嘛 然后又有经商头脑 我好像真的没有演过这种 就是纯智商很在线很高 然后呢武功又好 很有钱的一个人 就挥金如土 然后可以用自己赚来的钱 去完成他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目的 一个目标 一个终极梦想的一个人物 就感觉花不完的钱 燕子惊的经商能力非常高 有智商在线 如果他来到现代的话 会是怎样的老板呢 我相信是一个 能带你赚大钱的老板 第一是他主要 作为一个老板的话 领导力非常的强 第二呢赏华分明 就是你在我的船上 你在我的公司 是船上啊 在我的公司上班的话 你做的好 我一定会让你得到 非常可观的一个收入 然后呢 但是你做错了 那一定要接受生发 对 所以我的公司管理制度 我相信是非常的好 想加入燕子精的商队 对 这就是我的经商理念 剧中有很多名场面 我们选出了其中两个名场面 来聊聊幕后故事 第一个 燕子精得知妹妹不在人世 那场戏算是一个情绪爆发戏 其实呢 演员可能都比较期待这种的吧 它可能它属于一个重场戏 你可以有一些所谓的发挥啊 会让自己很沉浸在里面 然后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 我的天哪 就是当时我拍完之后 嗓子哑了 哑了三天 你 阿主 不要吓他 阿主 不要吓你 我吓他 你吓他 你吓他 我吓他 你吓他 我妹妹爱那么小 你们怎么忍心 你们怎么忍心 反正那场戏是拍了两天 因为第一天拍完之后呢 然后后面少一个 就是那种 所谓的氛围镜头 然后你就是第二天还能喊一天 他会在你的周围铺一圈轨道 然后绕着你 绕着你转 然后你要一直很痛苦 一直持续这个东西 要喊三分钟那种感觉 因为他那个轨道要一直转一直转 哇那个就蛮崩溃的那个 我喊完之后三天嗓的牙子 然后就 就哇 我不是唱不着歌了吧 我都会有这个小担心啊 我的嗓子怎么就这样 像这种很大情绪系 虽然拍着过瘾 但拍完会不会比较心累 真的很累 是很累的 因为你要极度的投入 你要反复去感受它 全景中景特写 还有拍氛围 你每一遍都得很投入 然后你还得进入那个 这场顶的那个状态 就是对我挑战还蛮大的 我觉得那个是啊 拍完之后你就觉得 整个大脑已经麻木了 就是空了已经啊 没有精神力了已经 第二个名场面 燕子精为端舞挡箭 射中端舞 作为观众来看有点着急 感觉燕子精可以说出来 然后两个人一起面对 您哥会有这样着急的想法吗 还是说挺赞同燕子精的做法 其实我觉得我是同意他的做法的 不能太耽误人家 对这种感觉啊 这场戏是有一些动作戏的 有没有哪些幕后故事 那场其实我们吴智老师 武术导演非常的用心 他就总跟我说 说想听我对你有遗憾 我说咋了 他说就觉得我们这个大戏啊 就没给你拍的特别帅 他想说那那场戏给我拍的复杂一些 给我动作很厉害很帅 然后呢 就是从那个画面上感觉很漂亮 然后就是让观众觉得 哦 这场戏很很很很精彩 但是那场戏呢 又不能太精彩 我们打戏要求的是什么呢 就很实 我是身上有毒就不能太能打 所以有的时候打的时候相对比较狼狈的 反正那场戏大概拍了一周吧 就那一场戏 各种火呀 各种就是射箭乱打呀 然后各种危机呀 反正那个蛮用心的 然后那个吴智老师也非常用心的 去给我设计了好多环节 把那场戏做的还蛮精彩的 我觉得 有看到你打戏的花絮物料 有朋友说你可A可O 我看到那个了 就是一打一打 就是好像挺 好像挺狠那个 好像挺挺挺虎人的 对 它是真实就是自由搏击的那种格斗方式的 设计的蛮好的 我觉得我喜欢的 因为后期吐血频率还蛮高的 在吐血上有没有什么技巧 吐血有什么技术 就是你要感受这个这个血的多吗 这个血是从哪来的吗 你不是牙银出血了 不是 屁 不是这种的吗 它一定是从肺子 或者是从这个 就是从下往上的吗 所以你需要这个 就是你需要这个 你感觉好像是从肺子里喷出来的 所以还是得研究一下的 在整个配音的过程中 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 配音的时候 反正挺感叹的吧 我觉得当时的词怎么背起来的 对 因为它的词都很多 有一些专业术语上的东西 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 然后个人聊谈生意 然后还有前后博弈 包括有的时候 其实我跟张静然的戏 我俩基本上就是两页纸的词 对话形式的 我就当时 这好厉害的 然后他也好厉害 就是我俩对戏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这场戏两页纸 我俩就哐哐哐就演完了 没有卡词了 就是很顺 看燕子晶和张静然斗嘴的戏很有意思 燕子晶小嘴巴巴的像直播时的宁哥 对有两个感觉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在 就是在这个我俩的戏的时候 有观众看来好像我有点欺负他 但是其实他也完全没有 他完全也不是弱势的那一方 怎么说呢 势均力敌吧 燕子晶和张静然可堪称最和平情敌了 反正跟他有种知音的感觉吧 就是他可能也很聪明 还捅我 大家我俩都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还挺有意思的两个人 燕子晶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端午 然后一点点喜欢上他的呢 我觉得作为燕子晶来说 他已经看惯了这个世间的所有的疾苦 且他是一个悲惨之人 所以他的同情心可能没那么强烈 因为他遭受的苦是别人遭受不了的 也没有经历过的 可能大家都说你很苦我很苦 但是都没有那么苦 我在燕子晶心里 因为他从小就父母双亡 然后失去了幸福的家庭 且又被在梨龙洞里遭受了八年的摧残 然后就是过得跟狗一样的生活 所以就是从狗的嘴里抢饭吃那种感觉 就特别的卑微 特别的惨 那所以他看到人间所有的疾苦都 其实他已经相对来说麻木 但是第一次他遇到端午的时候 就觉得他跟我会觉得 他跟自己有一点像 因为他就是一个 也遭受着同样疾苦的一个人 然后在求活的一个人 然后他又很努力的想要活下去 且一直坚定 且又很勇敢 所以可能第一面见到他的时候 看到了他这个勇敢的一面 然后一呆着觉得这个女孩可能不太一样 可能那个印象是从浅至深的吧 看花絮就能感受到片场氛围很好 大家会一起玩游戏 一起拍短视频 一般谁是短视频的发起者呢 那肯定是段五吧 对 他就是比较的 知道怎么拍 教我们怎么拍 然后有很多很棒的创意什么的 然后他也很热情 就帮我们 包括帮我拍了好几个那种的 他回去给我做后期 我就觉得 我一看 我有这么好看吗 我就会有这种感觉 我说我有这么好看吗 我拍的真棒 还没发呢 到时候发了就知道了 对 你一看就觉得 这条挺好看的 那就是他拍的 对